今天来介绍这个游戏的金钱架构 那这个游戏的金钱架构呢 它主要就是 由台币 钻石然后一路走下来 那台币跟钻石呢 就可以满足这个游戏 很多东西那我做了这一张表 这个图表呢 让我们了解到这款游戏整个的金钱架构 那因为我会做这一篇 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常常听到讨论板上有人说 强调自己不是台币战士 那我会觉得说干嘛去强调这个 这游戏已经是免费的 那台币战士是这个游戏 公司他要营运的下去 是必备的条件 那所以我来谈这个金钱架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其实一款游戏 尤其是这一款来讲 它整体上的运作就是由 台币 然后可以 换成钻石 然后钻石可以买钱 钻石可以买疲劳 钻石可以买时装 可以抽装备 钻石可以买50点技能点 那除了台币以外 各位可以透过这个乱斗场 去打大乱斗 可以获得钻石 然后钻石就可以做以下这些 消费 那大家也可以去决斗场 去PK 也可以获得钻石 然后得到 装备 还有一个就是每天5点到11点 开放的 打龙 这个叫RAID 可以打那个 合作 的 部分 那也可以获得钻石 那可以去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个人 我是没有在花台币 但这不是我要强调说 我不花台币有多清高 因为各位要知道 如果一个游戏没有台币战士的话 这间公司很快就倒了 所以 大家要特别 感谢 台币战士 让这间公司可以营运的下去 这特别重要 而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花一点台币根本就没什么 假如说你 一个月花个200块 花在这上面其实也不为过 那我个人是把这个游戏当作轻松小品在玩 所以我是觉得 轻松玩就好 我不急着说要怎么样 去拼到什么成就之人 各位看完了这张图表可以发现 原来不用靠台币也可以 变得很强 只是你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才可以变强 就像搭高铁一样 搭台铁一样 有人 钱多可以搭高铁 赶时间可以搭高铁 那你搭台铁你还是可以慢慢的 达到目的地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那各位讲到最后 你会发现一个很 惊讶的事情就是 其实在台币之上 应该不是说在台币之上 是在跟台币同等级的一个地方 就是 工会点数 所以各位要特别去 入一个工会 那工会点数里面呢 可以买 钻石 可以买你要的装备 所以这个我会称为他跟台币 同等的一个阶段 那这我要最后再强调 台币战士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台币战士 游戏公司会倒 那整体上 这一个游戏的金钱架构 大致上就是如此 都已经拿到了 就要付了 这一个游戏的东西 那一个游戏公司 在这一戏公司 这一戏公司